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回正轨议会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政府 它在香港最艰难的时候 那段出手 先是落实港区国安法 然后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让我们由乱入治 今天我也怀着既兴奋 而且战战兢兢的心情 是进行宣誓 也是理新 兴奋是因为见到香港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们确实可以摆脱过去的政治争拗 一起努力去改善施政 一起努力为香港创造更好的环境 战战兢兢的就是正正在这个新时代底下 我们责任重大 市民对我们的期望是非常之高 今届的议会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素人 或者说有很多的新丁 我相信我和一些新丁一样 我们愿意跳出这个舒适圈 为的都是希望我们爱香港 能够为香港去到服务 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 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同心同德的 回到一国两制的初心 我们大家一同的奋斗的话 香港是可以再长高峰 再展未来的 本人自己很期待 以立法会议员这个身份 可以服务业界 服务市民 服务大家 其实这两天 我自己就非常担心 亦都关注我们疫情的发展 因为其实疫情对市民的生活 尤其是对体验民出业界的朋友 生计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我都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机会 见到那么多传媒朋友 亦都呼吁 如果还未接种疫苗的朋友 可以尽快接种 上个星期有预备会议 大家就不同的议题 都提出不同的看法 亦都有不同的观点 大家在议题上 不一定是一致的 但是整个气氛是非常之和谐 大家是愿意互助 互补和协商 大家都是以一个大局观 这样的思维去考虑问题 所以我希望 在这个议会 这个文化 可以一路持续下去 我觉得 这个亦都是市民乐见的局面 我要努力做好 与特区政府的沟通协调 推进政府提升私政的效力 改善商界服务香港经济的 延上的环境 推动香港更好的 圆域国家的发展大国 我都希望 而且相信 在广大市民 和越界的支持之下 本届立法会 可以成为香港社会任何的 为香港多做实事的 而且可以做到业的 立法气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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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